网友给我留言 他问小胡子 同价位21万多的比亚迪汉EV荣耀版和小米苏七后驱动版该如何选择 始终都拿不定主意 过几天就打算踢车 你给说一说对比一下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网友朋友们 小米苏七和比亚迪汉EV 如果让你重新选 你会选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器留言 汉EV定位是B级综合家庭代步前驱动轿车 注重生活 小米苏七是定位C级高颜值性能体验后驱动车的 注重生态驾驶和操控 车长几乎相同 接近5米 轴距也都是3米左右 但是C级车的小米苏七空间还不如B级车的比亚迪汉 尤其是后排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小米苏七它主打定位是性能车 小米的低风阻达到0.195CD 汉是0.233CD 但是小米苏七也是使用的比亚迪磷酸铁锂 刀片电池汉容量大一些85.44度小米是73.6度 汉整车质保六年15万公里小米是五年10万公里 汉的散电质保是熟人车主不限里程或者不限年限的质保 而且小米是八年四六万公里 这样一对对就差距一目了然了 一样的东西啊电池电芯却质保是不同的不一样的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故事的 但是续航汉只比小米多了15公里续航 七百亿数公里小米是七百 当然真实的达成率小米因为风阻系数更低 达成率会更高一些 并且电能消耗也会更低 达到12.3 汉是13.5 这个价位他俩都是单电机两驱版本 汉加速7.9秒小米是5.28秒 他俩最大的差距就是底盘 汉一位置是普通的前麦克性 后面多连杆悬架 给匹配了悬架软件调节 而小米初期则是更加高级的前送达臂 后面五连杆铝合金悬架 这个成本就更高了 送达臂嘛能够有效防止刹车点头 有效抑制车流性能当中发生车轻 所以说增加这个稳定性和操控性 当然成本也要高很多 性能车和高级车几乎都用这个底盘悬架 实际体验起来 小米初期操控更好 便到超车一切合成不拖了 底盘非常稳 跟着性好 如果你开过特斯拉摩托三就明白了 小米初期的驾驶质感是非常贴近特斯拉摩托三的 是国产新能源里面最无限接近摩托三的一部车吧 很符合他的定位 汉一位没有什么操控 就是普普通通的加用代步车 隔音机方面他俩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自驾生态这一块还是小米初期做的更好一些 小米初期的澎湃OS生态系统更好 体验不错 但是比亚迪汉自驾这一块显然是落后了 所以说你要想要一个外观很拉风 自驾性能跑车 那你就选小米初期 信价比还挺高的 产品力也不错 如果你想要稳稳当当的 那就选择比亚迪汉一位啊 并且他的自保呢会更完善更好一些 毕竟也是个非常成熟的车型都更金换代了 是吧 那么四平年的小伙伴对我说了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